共和党领导人6月9日抨击了即将举行的国会听证会 针对1月6日的袭击事件 少数党领袖麦卡锡称其为民主党的烟幕 以促进激进议程 麦卡锡在周四晚间通过电视转播的听证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没有看到任何黄金时段的听证会 针对汽油价格、对抗通胀、喂养我们的孩子 让街道更安全 国会就2021年唐纳德·特朗普支持者 袭击美国国会大厦的听证会 将重点关注这位前总统的高级助手和家庭成员的证词 因为众议院委员会试图说服美国人相信 这场骚乱是对民主的精心策划的攻击 周四的听证会是本月预期的第六场听证会中的第一次 因为民主党领导的特别委员会 试图扭转共和党淡化或否认当天暴力事件的努力 距离11月8日的中期选举还有5个月的时间 这将决定哪个政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 本次的 specestra人 这和街上总统的à限 走路更远 试图扭转共和党原刀 这一段时间 我们再次追尾扭转共和党内 当时会有进入不足的 此区者 它的原因 现在我们去试图扭转共和党之后